水牛和狮子大战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头野牛 它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不信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画面中的熊狮 体态健硕 看得出是一头成年的大狮子 对水牛来说完全就是灾难 水牛灵机一动 赶紧冲进河里 这愁坏了熊狮 要知道这水位可不低 狮子的水性肯定是不如水牛的 所以并不敢追赶 只能眼巴巴看着游远 这个时候 水牛的心里却更害怕 因为它发现旁边有一条大鳄鱼 鳄鱼一口下去 可万万没想到 接下来的画面 鳄鱼第一口没咬中 第二口再次补上 居然又躲过去了 两口下来无功而返 鳄鱼也有点猛了 直接沉入了水 以为鳄鱼会沉下去咬水牛的腿 肯定是被咬中腿的 画面中鳄鱼久久不见身影 只有水牛还在挣扎 鳄鱼浮出水面 才明白是水牛游得太快 超过了鳄鱼好几米 但水牛此刻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它发现岸上居然来了三头大狮子 虽然绝望 还是调转牛头 准备重新回到深水处 这可让后面的鳄鱼非常兴奋 但水牛反应迅速 马上又转了方向 继续逃脱 我们可以看到 鳄鱼已经不再露脸了 身为水中的霸主 连一头水牛都咬不住 估计已经没了吃牛肉的心思了 可水牛只是度过第一层危机 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 三头狮子静静盯着水牛 场面甚至有一丝尴尬 可能狮子也有点怀疑 这头水牛是不是在演戏 骗它们下水 不管怎么想 水牛还是要去逃命的 也不知道僵持了多久 已经上了岸 狮子也不敢轻易进攻 现在的水牛是怒气满满 抬起牛头就要往外冲 如果狮子想要阻拦 那就准备吃水牛这怒气吧 现在不仅仅是三头狮子了 水牛的身边还围绕着两头雄狮 这要是一般的水牛 估计连胆都吓飞了 可刚才铁头经历过一番争斗 牛脾气早就上来了 狮群发现僵持也不是办法 母狮准备围绕想要形成包围 可是水牛早就发现了对方的意图 如果不趁着自己气势十足 反击逃跑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水牛发起狂来 追着左边的雄狮就要顶过去 这剧动可把左边的雄狮给吓得够呛 没想到这水牛性格这么凶 居然敢追自己 可是狮子毕竟是猛兽 刚才只是虚晃一枪 转个方向准备向外面逃跑 可速度是硬伤 很快又被包围了 站在原地的水牛可伤透了脑筋 实在太多了 要是继续下去 自己逼死无疑啊 但画面一转 一头接着一头的非洲大水牛 出现在水牛的身边 只要团结起来 狮群也不敢对抗 这下可算是找到组织了 有这么多兄弟助威 水牛一下子底气十足 冲锋在最前面 恋恋不舍地尾随着雄狮 就想抱刚才之仇 但就凭水牛这速度 估计不用想着 这次能从鳄鱼嘴下逃命 还能被救助 已经是上天眷顾了 最后感应就是颜色进食 possibil装复权 R performing